哇,很香 紅棗味更濃烈 又有花旗心味 我是豬土,大家好 片頭都給了很多資料給大家看 我剛剛上幾天就買了一個養生壺 影片出了之後 很多朋友都有留言 很開心 我上次煮的是金羅漢果煮菇花 很多朋友都煮了, 說很好喝 還有很多留言叫我煮多點飲品 其實我買這個壺回來 都是整個都煮的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花旗心桂丸紅棗茶 花旗心就是 清熱降火, 健脾, 潤肥, 抗皮爐 其實我有拍過一個 花旗心幾指茶 大家可以看看 桂丸, 安慎, 燒濟, 健脾 非常之好 另外紅棗就補虛抑血 還有失眠和夢多 就喝多點紅棗水 好 桂丸和龍眼肉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同出自一種水果 只不過在封建時代 龍眼不可以說 是死罪 所以就叫做桂丸 在廣西的龍眼特別圓 所以就桂丸 桂丸 一樣東西來的 有美麗又不美麗 買一些大粒就好些 這個飲品 除了以上的功能 其實對於女性來說 非常之好 因為女性每個月都有生理的問題 有十幾天不舒服 所以煲這個可以消除皮爐 又當作飲品 非常之容易 馬上煲給大家看 現在開始煲了 如果沒有養生褲 用一個煲來煲就可以了 很簡單 我現在就要來洗一下 把紅棗洗一下 紅棗桂丸和花旗心都先洗一下 有些朋友煲這些 加少許黑糖 我加8粒紅棗 2枝花旗心 所以我就不需要加糖 如果你們說 加少許紅棗 加少許黑糖 很簡單 這些桂丸 沖一沖水 就放下去 很簡單 紅棗就要去核 我這些是有核的 所以我要剪掉 很簡單 浸一浸 洗一洗 一粒一粒 先剪掉 現在有個養生褲 厲害 我沖泡泡茶都用去 一大煲 幾個人喜歡自己進來 很方便 如果沒有養生褲 就用這些煲 煲就可以了 都是煲十分鐘 等我剪好 再跟大家說 好了 紅棗我加8粒 所以我一點都不加糖 其實紅棗就這樣 沖紅棗水也好 尤其是對於女性 媽媽說 你剪花旗心 你不剪開 都沒所謂 這些一枝枝的 很多的店舖 可以剪開 甚至你剪開 如果你在外面的店舖 有些店舖 要先燙 都不用了 譬如你用煲 或者用養生褲煲 都是十分鐘就可以了 你煲了之後 你不用馬上喝 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自然就會更加軟 這些會比較硬 可以 用它煲就可以了 OK 這些一剪就可以了 很簡單 OK 我這個8粒紅棗 大約10粒 龍眼肉 我用兩枝花旗心 有些朋友放幾片 看你漂亮不漂亮 這些都OK 這次我用一升的水 一升的水 其實藍士都可以喝 喝一點 沒有所謂的 OK 放一升的水 如果你煲少一點 你就可以煲濃一點 都是很簡單 這個非常之簡單 我都沒使用到燉中 很簡單 又是 濕了 抹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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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煲10分鐘左右 那你什麼時候喝就可以了 好了 煲好再跟大家說 差不多了 你看 煲得很香 很棒 我現在煲什麼都簡簡單單都開火了 沒有這些煲 記得用普通的煲煲就可以了 很簡單 將近10分鐘就會熟悉 這個花旗心桂圓紅早茶 還有養顏美容的作用 如果那些女性不舒服那幾天 睡得好 是否養顏美容 非常之好 我男人都喝的 我都喝一點的 很棒的 放多幾粒紅棗 例如我放8粒 就不用再放糖 簡簡單單就可以了 這些花旗心 如果你買不到這些一瓶瓶的 買片片 有些一瓶的 切好那些 都是百多元而已 當然有些貴的 我也是普通的 剛剛有10分鐘了 其實10分鐘之後 你就不用用來喝 浸一浸才行 不過現在倒一杯給大家看 倒一杯給大家看 哇 很香 倒出來 紅棗味濃烈 又有花旗心味 非常之好 記住不用加糖了 因為 每樣都甜的 又有花旗心的香味 這個就非常之簡單 花旗心 桂圓 紅棗茶 喝了好份 又養顏 又美顏 哇 正 希望大家都喜歡 尤其是女性 多謝了 我陸陸續續都會多煮這些飲品 和大家分享 多謝了 多謝大家訂閱 愈煮愈好 因為它是真空 抽真空 去焗出來的 有兩個洞 大家看看 給大家看看 一個洞 還有兩個洞 這個洞 用甘羅漢果 就沒有那個 焦